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面前尤为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详细的查考一下这生命纪三十二章七节的话语 首先我们看看你当追想上古之日的追想 追想西班牙语叫加卡尔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回忆 纪念 想念 留意 还有展望未来的意思 那么这里说的追想的上古之日 西班牙语叫耶摩特奥兰 那么它是一个复合词 它不是指一个简单的一个对过去的追想 不是简单的一个过去 而是指神圣上的话语在历史中所留下的所有的成就的痕迹的过去 也就是说是神救赎人类的应许成就的全部的过程 那么在以赛亚书46章9节说到 你们要追想上古的是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 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阿们 所以当时摩西所让以色列百姓所追想的 是从亚当在伊甸园当中的犯罪 使全人类都陷入到了堕落的不幸的深渊 之后又到挪亚时代在洪水审判的时候 地上满了强暴的那种罪恶的状态 再到那些在建造巴别塔的过程当中 在神面前那些人的狂傲 再往后是一直到了神与亚伯拉罕所定立的火把制约的过程 再之后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的430年的苦难经历 一直到在摩西的带领下 他们胜利的走出埃及 并且在旷野漫长的40年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经受的所有的试炼的过程 同样的话语 在生命纪4章32节也提到 说你且查考在你以前的世代 自神造人在世以来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 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吗 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 同样的话语在诗篇77章5节到6节 还有77章的11节到12节也有这样的记录 77章5节到6节说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闷心自问 我心里也仔细行查 11节到12节说 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阿们 所以在救赎室的核心主题 创造 堕落 恢复 完成的整个的神救赎的设立的过程当中 人不断的在神面前犯罪 但是神一直没有停止对罪恶人类的救赎之功 所以在救赎室的漫长的岁月当中 充满着神的慈爱和心酸的眼泪 这就是神通过摩西命令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所要追想的上古之日的全部的内容 耶利米书6章16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哪是善道 便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那么思念历代之年 思念 希伯来语叫病 它的原意是分辨 洞察 领悟 和教导的意思 是指对仔细的观察 事物和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道理 进而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 和分辨其本质的意思 思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忆 而是仔细的观察 努力去研究 进而能够领悟 并且能够教导其本质的意思 那么历代之年呢 历代之年和上古之日 同样是指过去 那么相对于上古之日 历代之年所记录的 要更加的具体 更加的详细 历代这个词 是表示世代的这个词的 辅述形式 它是一个符合词 应该理解为历世历代的意思 那么如果说上古之日 是高度的概括了过去的所有的时间的话 那历代之年这里说的年 就是记录着那些发生在上古之日当中 那些具有特殊的意义 特别的重要性和特定的那些时间 所以生命纪三十二章七节 这里说的上古之日 是指在过去的岁月当中 神的所有的救赎史 而历代之年 是指神在其救赎史的进程当中 通过各个世代 所展现出来的那些具体的 特定的神的救赎经纬 那么通过对圣经的查考 我们不难发现 圣经当中能够高度压缩着 神的救赎经纬的 就是圣经中的家谱 所以我们通过圣灵 通过对圣经家谱的查考 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救赎史 也通过这家谱 能够更多的领悟到 隐藏在历世历代 神的在不同的世代 所展现出来的 奇妙的神救赎经纬的设立 那么说到家谱 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视 我们的家谱的 大概两年前 在我的祖籍地江苏老家 在我们祖辈生活的那个小村上 我们重新修订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家谱 当我拿到这个修订好的家谱以后呢 我是觉得非常吃惊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 我这个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大概700年以前的历史 700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小村定居 然后之后是怎样的繁衍后代 一直延续到今天 可见在家谱当中是蕴含着很多的信息的 首先我们通过家谱 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我们一个家族的由来 我们血统的一个脉络 其次呢 家谱当中会记录下很多比较重要的人物 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件 记录他们的生族年代 记录他们重要的一些事情 其次呢 从家谱当中这些人物的名字里边呢 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父辈 对子女 对后代的一种期望 在名字中是有这样的信息的 再有呢 在这些家谱当中的这些名字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大量的时代的信息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来说 如果是姓张的话 这个家族的名字 如果出现 张解放 然后又有张元朝 然后又出现张月进 张文革 那这样呢 把这些人物的名字 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的话 我们光从名字当中 就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大概在七八十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一个缩影 同样 圣经当中的家谱 也是蕴含着神救赎史的很多的奥密的设理的 起初在读到圣经的家谱的时候啊 觉得很枯燥 也不容易理解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很多都是外国的名字 也不容易理解 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是用西伯来语写的 新约圣经呢 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我们读到的都是一些中文的异音 比如来说 创世纪五章 记录的亚当生赛特 对吧 然后赛特活到105岁 生了以诺士 以诺 赛特生以诺士之后 又活了807年 并且生儿养女 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以诺士活到90岁 生了该男 以诺士生该男之后 又活了815年 并且生儿育女 等等等等 都是亚当生赛特 赛特生以诺士 以诺士生该男生 马拉列 很枯燥很枯燥 那这些名字 我们别说理解 我们就是读 可能读出来都是很别扭的 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 那年我在读小学 因为当时小学呢 还没有英语的教育 我是第一次听到 有洛杉矶这个地方的名字 当时完全的不理解 当时就觉得 这个地方洛杉矶 山矶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 这个名字跟山矶有什么关系吗 很有意思 直到上了中学 我们有了英语课 我们才慢慢能知道 洛杉矶这个地方 它的英文直译过来的意思 应该是天使之城的意思 那之前的理解就是洛杉矶 洛杉矶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详细的查考 圣经当中的家谱 非常有利于我们了解 神在历世历代当中 展开他救赎史进程的过程当中 他奇妙的救赎经论 那么之前呢 我们在读到圣经当中的这些 有大量的人物 罗列的家谱的时候呢 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他 因为我们读起来 也比较拗口 我们对这些人物的名字 也不是很理解 所以呢 很容易引起 我们对家谱的一种忽视 但是我们要清楚 我们要相信 整本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述录 百分之百都是神的话语 被神记录在圣经当中的 这每一位人物 都像宝藏一样 在神眼中的宝贝一样 被记录在家谱里面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十节告诉我们 这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 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所以神在家谱当中 罗列这些人物 必定在他的救赎经伦当中 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启示录 二十二章十九节说 这经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 生命术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所以圣经上所记录的这些话语 没有一句是可以随便删去的 所以今天我们更好地去查考 圣经家谱的这些人物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 这些压缩在历世历代当中的 神的救赎经伦的设立 救赎史的中心主题 就是创造 堕落 恢复 完成 在这所有的进程当中 其核心就是 身为女人后裔的弥赛亚 到底是谁 并且所有仰望弥赛亚到来的神的百姓 都将通过弥赛亚而得到救赎 那么这一核心主题的巅峰 就是耶稣基督的代数 而这一救赎史的进程和中心主题 是通过家谱当中的每一个人物 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 所以记录在家谱当中的 这些人物的名字 还有他们响怜的兽数 高度地压缩了神的救赎史 通过对圣经家谱的详细查考 我们惊奇地发现 从创世纪五章一节开始 五章一节说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么从创世纪五章一节到五章三十二节 神在创世纪五章的通篇 详细地记录了从亚当到第十代孙 挪亚的前十代子孙的记录 同样从创世纪五章一节开始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作为开篇语 详细地记录了从亚伯拉罕一直到 作为女人的后裔 比赛亚到来的耶稣基督的整个的家谱 由此可见 在漫长的四千多年的 救赎史的经论当中 神在从亚当到耶稣基督的登场 这漫长的四千多年当中 而是仅仅用了三段家谱 进行了紧密的无缝连接 由此可见 圣经的核心就是神的救赎史 而救赎史的核心的压缩 就在圣经的家谱当中 由此可见 救赎史的核心就是家谱 所以我们对家谱的详细的研究和查考 将会是一条最准确的 找到神的救赎经伦的捷径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进入创世纪家谱的年代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在永生天父 我们感谢您赞美您 感谢您近日再次通过网络 把我们聚集在您的救赎史的话语面前 近日摩西在摩牙平原 向以色列百姓所宣布的话语 再一次的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我们愿意顺从您的话语 在我们进入永远的天国之前 能够不断的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让我们通过这救赎史话语的分享 都能够领悟到您救赎我们的美好旨意 天父 愿您用这末世的隐藏的妈拿来养育我们 求您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悟性 当这话语临到我们家庭的时候 也能够掀起成奇妙的救赎的做工 让困扰我们家庭的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贫穷所有的黑暗都能在您奇妙的救赎史的话语面前 能够完全的退去 我们归所有的荣耀赞美给我们天父 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 奉考恩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明 感谢祈求 阿明 感谢天父 也感谢屏幕前您的陪伴 请您留意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 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美